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來自中國台灣 我來台北市的王嘿嘿 我在南京這邊生活了 大概八九年了 那時候來的時候大概二十七歲左右吧 我是做餐飲 就是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想要回大陸發展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年輕人 說實話 就已經發覺台灣的市場 其實已經有點慢慢的穩縮 這是我第二家店 那這是台灣古早傳說 其實古早對我們閩南話 就叫古早 就是古代的意思 傳統的意思 所以古早傳說 其實還可以翻譯成 老味道 老傳統 那 這家店呢 基本上我是做一些清洗 一些奶茶 一些點心 你的喝醉奶茶好囉 請慢用 我那時候是我父親 跟我愛 還有我的太太 我們現在在那邊打拼 那現在就在開始發展的時候咧 就會很方便地走回來 就會很方便地走回來 那 這個 這跟南嶺的發展 一一年一二年來到大陸的時候 在南嶺的時候啊 其實交通非常不方便的 台灣來也沒有直飛啊 也要轉機 然後也沒有高鐵可以做 室內也沒有地鐵 那它越不方便 以後就會越方便 這個過程 我們如果掌握住啊 就有利潤啦 其實我們本身做餐飲出身齁 其實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使命 想要把台灣的一些好的小吃 好的美食帶過來 那也很感謝南嶺這邊的這個同胞 為什麼呢 其實廣西的同胞們呢 對我們台灣人相對非常熱情 那我們也這個感同身受 覺得很舒服很幸福 那 那換言之呢 我們也要用對等的一種 這種一個熱情呢 回饋給在地的朋友 然後呢 把我們最真誠的東西 最好的呈現 那也希望大家呢 有空跟我們多交朋友 來這邊這個 坐一坐 喝喝茶 我們正在哪兒 我們要用對等待的困難 我們要來重渡妳 從今天陰難 我們要來重渡一下 我們要來重渡一下 這雙方的裝置 我們要來重渡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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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ta先去對調節 我們要來重渡一下 我們要來重渡一下 感谢观看